平中县来乡新来义永久屋基地 近期发生流姓族人永久屋遭法院拍卖 虽然县府冤民处去韩地方法院 住民持产权必须指定特定受灾户 或由子女继承 如果不符合以上资格者将拆屋还地 但法拍买售人却执意标下这笔房产 我们对这个法律上的问题我们也不是很相关 因为这个土地是属于国家所有 那当时在三方的一个契约 就是民间捐赠团体 政府还有受灾户的一个三方契约上 也特别有去说明 这个只能够透过继承的方式来取得所有权 并不能够透过任何其他转移 这个所谓的所有权 莫拉克风灾前刘先生未盖房子向银行借贷 后来风灾发生加上个人健康问题无法工作赚钱 不但原本的房子被查封才接受县府产权移转的永久屋 也被法拍埋奏 接下来不知道要何去何从 目前原屋主 县府以及买寿人已经做了多次协调 县府希望买寿人以原得标价迈回原屋主 如果买寿人不接受 县府将坚持拆屋还地的立场 同时也已提报总统府原转会 以及韩市内政部营建署 希望杜绝类似情形发生 有可能未来还是会发生这样的一个案例 所以我们是有去转向 一方面我们是韩市内政部 一方面我们也提报到原转会 希望营建署那个地方 能够去制定一个更清楚的法令来保障 这是屏隆县第一起永久屋被法拍的案例 当地族人都担心此例一出会产生骨牌效应 当初协助灾民的美意也因此大打折扣 原始新闻巴朗 屏隆来意长相报道